同学们好,我们上课了 下面我们来进行本次施工员培训 有关桥梁施工方面的第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桥梁基本知识 桥梁基本知识里面呢 我们要来学习关于桥梁的组成和桥梁的分类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梁桥的全貌图 从这个全貌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了解桥梁通常有拿几个部分来组成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桥化结构 桥化结构呢,作为桥梁跨越障碍物的主要承重结构 提供了行人车辆行走跨越障碍物的通道 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桥梁之座 桥蹲、桥台 蹲台之座的主要作用是支撑上部结构 并把贺载传递给我们的桥梁基础 第三个部分,桥梁基础 桥梁基础呢,是与地球的天然土层、沿层接触的部分 它把桥梁结构传过来的力,也就是贺载 传递到我们的地基 我们在桥梁的组成部分里面呢 把桥蹲、桥台以及蹲台下方的基础 统称为桥梁的下部结构 这是第二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桥梁的主要名词、术语 首先来了解一个 关于桥梁长路方向的名词 我们称为桥梁的计算跨境 桥梁的计算跨境呢 它指的是桥梁结构相邻两个制作中心之间的水平距离 或者是桥梁中心线与桥台背墙前沿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们的这个计算跨境 第二个标准跨境呢 它指的是两桥梁中心线 或者是桥梁中心线与桥台背墙前沿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是第二个名词、标准跨境 第三个名词、净跨境 它指的是设计水位上相邻两桥墩 或者是桥墩与桥台之间的水平距离 第四个名词 在桥梁当中有多跨桥梁 各个桥跨中净跨境的总和 我们称为总跨境 它反映的是桥下台虹的能力和空间 第五个名词就是 关于桥梁长度的 我们称为桥梁全长 有桥台的桥梁 它指的是两端桥台侧墙或者是八字墙尾端之间的水平距离 没有桥台的桥梁 我们指的是桥梁行车道系的长度 第六个名词 桥梁的建筑高度 它指的是桥面到上部结构最下缘之间的这一段高差 称为桥梁的建筑高度 第七个名词 桥梁高度 指的是桥面与低水位之间的高差 或者是桥面与桥下线路路面之间的距离 第八个名词 桥下进空高度 它指的是设计水位或者设计通航水位与桥跨结构最下缘之间的高差 它反馈的是我们桥下通过车辆或者是船只的这个空间范围 第二个大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桥梁的分类 桥梁的分类有很多种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分类的方法 按桥梁的上部结构 收率特点来划分 我们可以分成传统的梁桥 拱桥 钢架桥 吊桥 以及由上述四种基本桥形组合形成的 我们称为组合体系的桥梁 第二种分类的方法 按桥梁的规模 也就是按桥梁的大小来划分 分成特大桥 大桥 中桥 和小桥 第三种分类的方法 我们按照桥梁的用途来划分 可以分成公路桥梁 铁路桥梁 农业冠外区用的农用桥 还有专门工行人行走的人行桥 或者是其他管线桥 按桥梁所跨越的障碍物 可以划分为跨江河的桥梁 我们称为跨河桥梁 跨越原有路线的桥梁 我们称为跨线桥 或者是立交桥 第三个我们称为城市的高架桥 第四个分类的方法 按材料来划分 可以把桥梁分成木结构的桥梁 木桥 用砖头石头树的混凝土鱼枝块 建筑的我们称为乌宫桥梁 普通钢基混凝土桥梁 和玉英力混凝土桥梁 以及采用钢材作为主要建筑 建筑材料的钢桥 最后还有我们由钢和混凝土 或者是其他符合材料 修建的我们称为 新型的符合材料的桥梁 第五个划分的方法 我们按照车辆在桥面上行驶的位置 与上路结构的空间关系 分成上层式桥梁 中层式桥梁 以及下层式桥梁 第六个分类方法 我们按照桥梁 它的上部结构 是否固定 划分为固定不动的桥梁 我们称为固定的桥梁 在某个特定时候进行旋转抬升 我们称为开启的活动桥梁 也称为开启桥 第三个呢 称为浮桥 那么在桥梁分类里面呢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呢 就是按照受力结构的特点来划分 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分类的方法 的内容呢 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首先 第一个梁式桥 梁式桥是我们交通类型当中 最常遇到的这个桥梁类型 梁式桥里面呢 按照它们的细分的受力特点 又可以分成简直梁桥 悬壁梁桥 连续梁桥 和连续钢构桥 那么拱桥里面呢 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桥梁类型 首先拱桥它的外形呢 比较引人注意 它有曲线的外形 和梁桥的区别呢 在外形上面一目了然 第二个拱桥的这个特点 它在竖向力的作用下 承重结构 竖拱 既要承受轴向的压力 也承受小小许的弯距 那么 制作或者是桥梁的蹲台 除了受竖向力外 它还受到我们的水平力 第三个 特点呢 我们把拱桥 按照竹拱结构的这个 受理特点 可以分成 单脚拱 双脚拱 三脚拱 和 五脚拱 常用的 修建拱桥的材料呢 有 传统的石材 有 钢筋混凝土 有 钢材 拱桥的施工方法呢 有 大类两种 一种是 有支架的 拱桥施工 第二种呢 无支架的 拱桥施工方法 第三类桥梁 我们来看一下 钢架桥 图中 我们有 钢架桥 几种 常见的形式 一种是 门型 钢架桥 就是 桥蹲与 主梁 呈直立 相交的状态 第二个呢 是 T型 钢构桥 蹲梁 固节 在 跨中 某些位置 或者是 边框的某些位置 用 简直结构 相连 我们称为 T型 钢构 当 钢架桥 的 立柱 与主梁 相交的关系 不是 树枝 相交的时候 我们 就演变了 第三种 我们称为 斜腿 钢架桥 第四种呢 就是 桥蹲 向上 分开 形成了 我们的 V型 钢架桥 传统桥形里面的 第四种 我们称为 选锁桥 选锁桥的 主要组成呢 由以下几个部分 由 受拉的锁 也称为 竹栏 锁塔 帽定 加进梁 和 吊杆 组成 整个 选锁桥 它的 受力的 传递过程呢 可以 这样来 形容 车辆 或者是 加进梁的 自重 通过 吊杆 传递给 竹栏 跨过 锁塔的 竹栏 让 锁塔 受压 受弯 固定 竹栏的 锁定 受 拉拔反例 选锁桥的 材料呢 它的 竹锁 通常用 高强度的 钢丝 编制成 圆形的 大竹栏 加进梁 通常用 钢行架 或者是 扁平的 钢香梁 桥塔 通常用 钢基混凝谱 或是 钢材 来 修建 由于 竹栏受拉 它的 抗拉性能 在 得到充分 发挥的 同时 基本上 不受到 尺寸的 限制 所以 选锁桥的 跨越能力 在所有 桥梁当中 一直都 名列 前茅 我们来看一下 选锁桥的一些 简单的 图片 铁拉桥属于我们组合类的桥梁 图中有三种铁拉桥的锁和塔的复制方式 A图是 A图是 双塔 三块的 斜拉桥传统的 布置形式 B图是 独塔 双块的 斜拉桥的布置形式 C图是 多挡 多跨的 斜拉桥的布置形式 那么 斜拉桥呢 它是由 选锁桥 也就是 吊桥的 竹所 梁桥的 竹梁 结合形成的 混合体系 我们也称为 组合体系桥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图中的 这些图片来 加深我们对 桥梁的分类的认识 我们来看一下 按行车道 位置来划分 那么 在 图中 右上角的 A图是 上层式的 桥梁 左下角的 C图是 下层式的 桥梁 右下角的 桥梁 是 中层式的 桥梁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一个什么城市的桥梁 这是一个 航架梁桥 我们理解为 由于车辆行驶的地方 在我们 主航的下方 我们称为 下层式桥梁 这是 行车的位置 在我们 桥梁结构的上方 我们称为 上层式的桥梁 这个是 城市桥梁里面的 非常典型的 上下层桥面布置的 桥梁断面形式 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为 上层式的桥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梁 分类里面的 固定与否 分类方法里面的 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是 中间桥跨 升起 方便船只 从桥下通过的这个图片 那么这是 拱桥的 受力示意图 拱桥的受力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拱桥的拱角位置处 有水平推力和 树向的反例 同时还有 小部分的弯矩 以上是 第一节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节 桥梁施工方法 以及如何选用 适当的方法 桥梁施工里面呢 我们可以分成 以下几大类 第一 是基础的施工 第二是 桥蹲桥台的施工 第三 上部结构的施工 基础施工里面呢 它又细分为 扩大基础 装合管住基础 沉井基础 地下连续墙基础 组合基础 我们关注的重点呢 首先在 扩大基础 装合管住基础 第二个部分 的施工 就是 桥梁下部结构 桥蹲桥台的施工 桥蹲桥台的施工 里面呢 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 石器蹲台的施工 第二个 就地交注式 蹲台的施工 第三 玉制装配式 蹲台的施工 我们重点关注 就地交注式 蹲台的施工 也就是 现交 蹲台施工 上部结构 的施工里面呢 它又细分为 按构建 制作地点 是否有变化 按结构形式 来进行划分 首先按构建 制作地点 是否有变化呢 我们可以分成 就地交注法 也就是 俗称 现交法施工 如果 上部结构 它的 位置 在交注和凝土 制作完成以后 发生改变 我们称为 预制 安装法 第二种分类 上部结构施工的 第二种分类 按结构形式来分类 以桥墩为基准 可以称为 悬壁施工方法 转体施工方法 这是以桥墩为基准 的结构形式 施工方法的 两大类 以桥轴线 起始端点为基准 可以分为 桥梁的 竹孔施工法 顶推施工法 提升 或者是 扶运 架设法 第三个 以桥梁的 横向为基准线 我们有 横移施工方法 这是我们 关于桥梁三个 组成部分 下部结构 上部结构的 施工方法的 基本情况的 这个概括 那么在桥梁施工之前 我们要做好一些 相应的准备工作 总共可以划分为 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技术准备工作 第二个方面 劳动物资 劳动组织准备工作 第三个方面 物资准备工作 第四个方面 施工现场 准备工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方面的 准备工作里面呢 涵盖哪一些 具体的工作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准备工作 技术准备工作的 第一个方面 首先要熟悉 设计图纸 研究施工图 以及 现场对图进行 教合 第二个工作 进行原始资料的 进一步调查和分析 包括 桥梁所在区域的 地质条件 水门条件 经济条件 气象和技术条件 第三个 在施工前的 设计技术教理 设计部门 施工部门 监理部门 在一起碰头 对设计方案当中的 关键技术 难点 样点 进行 向施工企业的 技术教理 第四个方面 由施工单位来进行 各种结构部位 施工方案 并进行施工组织设计 第五个方面 进行施工组织设计里面的 人力 机械 设备 材料 等方面的设计 最后我们要编制 施工预算 控制成本 这是第一个方面 技术准备方面的 细分工作 第二第三方面 我们把它统一归类为 劳动组织准备 和物质准备 劳动组织准备呢 主要是建立 组织机构 完善 各种部门 第二个 对应于不同的结构部位 合理设置 施工班主 第三个 根据任务量工作 工期等安排 集结各方面的施工力量 组织 劳动力 有计划的 进场 开展施工 第四个 由 施工单位 向 各施工班主 劳务层 进行 施工方案 施工计划 施工中的 难点 关键点的 技术 进行 交底 第五个方面 建立 健全 各种 管理 制度 便于 各个 相关 机构 人员 班主 遵照 执行 物质方面的准备 首先包括了 工程材料的准备 钢筋 水泥 砂石 等材料 施工设备的准备 我们这个桥梁在 施工方案设计当中 采用了哪一些的 设备 要进行 提前的准备 其他各种 小型机具 小型配件的准备 第三个 施工现场的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 第一个 施工控制网 测量的基础工作的准备 第二个 看 使用图纸上面 是否需要进行 补充状态 摸清桥梁所在区域的 复杂的这个地质情况 第三个 第三个 搞考 市通一屏 第四个 建造临时设施 包括 办公 住宿 以及 材料对放场地 各种 搅拌半盒 厂房 第五个 第五个 组织安装 调试 各种 施工 机具设备 保证在 施工正常 进行过程当中 不掉链 第五个 进行 桥梁建筑 所使用的 各种材料的 试验 和 构金存储 对放 第六个 使用在桥梁上面的 新的技术 要进行 工艺的试验 以方便 后期的 施工 第八个 按照 气象条件 进行 雨季 和 冬季的 施工安排 及时做好 防御 保温的 施工措施 第九个 对重要部位 进行 必要的 消防 和 安保的 措施 第十个 建立健全 施工现场 各项管理制度 使 施工现场 能够 有 规可依 正常运转起来 保证施工的 正常 进行 以上是我们 今天的 这四课的 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